錄影車毫無顧忌的開進閒置的 苗栗南莊入場國小就職 準備紮營 不過這樣的舉動 卻引發部落族人不滿 感覺不受尊重 因為族人整地拓荒 預備將國小作為部落公共空間使用 不料還未整理完畢 就有人闖入來錄影 錄影車是沒有水準 我們是歡迎外地的來 我們只是說要把那個學校操場弄乾淨 我們說你可以 你現在暫時不要露營 有外地的遊客能到我們部落的時候 能尊重我們的傳統領域 就是我們居住的地方 由於前陣子部落爆發藏營事件 為了維護環境 從去年底開始 部落齊勞跟異見領袖 召集當地族人 召開陸場部落會議 草擬部落公約 目前也以公文方式 希望公告禁止遊企活動 保持當地環境整潔 部落會議這個部分 我們就很希望跟公所這個部分 就是起得很大的一個溝通的一個平台 立牌告訴這個部分 告示這個部分 我們就真的希望是公所 或者是派出所 來記名來告示 稿牌的部分我們有在處理 一定會去做 不允許他們在那邊做這些東西 這些行為 然後我們也會請他旁邊的陸家派出所幫忙 我們就是去巡邏一下 鄉公所表示 由於縣府勤費不足 加上苗栗浮原遼闊 因此相當樂見部落的自主意識 將會全力協助 預計在一月底時做公告 尊重 尊重部落決議 原始信文 西安娜雜勞 苗栗南莊採訪報導